鮮魚雞粒炒飯 最便宜雞粒 大家常吃的 對 常吃的 但是也是最棘手的 對 怎麼炒呢 這個是很健康的 對啊 要有香味 粒粒分明 要顏色好看 婆媽們被難倒了吧 沒關係 今天過台灣 教你如何炒 好吃的鮮魚雞粒炒飯 好 來 那雞粒 我們的雞丁的部分 我們先把它切成一粒一粒的 雞丁 稍微油溫也開白 我們把它抓碼一下 來 現在油溫並不是很高 所以我們把它放下來 讓它稍微浸泡一下 把它浸泡一下 好 我們把雞肉的部分 我們先把它泡熟 來 這個刷牌給我們 把雞蛋收下來 好 好 炒飯最好炒的 就是雞蛋加蛋黃還有蛋白 是的 如果光是蛋白或是蛋黃 我們剛才炒的那兩道 基本上都比較會黏鍋 你看看它比較不會黏鍋 但是蛋白蛋黃就是我們 這樣子的話就更... 更容易了 這應該要全熟 有點像類似有點在炸彈的那種感覺 像我們早餐吃的炒蛋一樣 對 把這個香味先把它炒出來 有沒有 它鬆散了 有... 好 這個時候我們的重點要來的 鹹魚 鹹魚 鹹鹹 鹹鹹 聞了以後要去洗腎了 用聞了家去洗腎 好 我們把我們的鹹魚加下來 鹹魚加下來 好 這個時候把白飯也加下來 很多人很愛吃鹹魚炒飯 對 白飯也下來了 那個鹹魚剛才一碰到那個蛋的熱氣 馬上的味道就散出來了 對 沒錯 好 我們把這個飯稍微壓一下 好 把飯放下來 來 接著我們來先給它熱鍋一下 因為我們要把它炒出它的香味 對 而且要炒得粒粒昏迷 我們剛才有講過 盡量不要用大力去壓... 對 撥著... 對 它飯力會碎掉 這樣撥著... 撥...用撥的 不要壓... 好 你看它的香味都上來了 來 這個時候我們把雞肉放下來 因為剛才還沒有全熟 我們只是泡油而已 對 好 阿龐有聞到香味了 有 鹹魚的香味 就是鹹魚的香味 好 來 這個時候我們 你看看你的厲害了 我們來教你翻鍋子 好 炒飯我們最有機會的 就是讓它燒焦 對 所以你它必要翻鍋 翻鍋 有沒有看到 它在翻動過程中 它也順便再把所有的熱氣 再傳導給你一個米粒 如果像我們不會翻鍋 要怎麼學翻鍋呢 好 一樣 這樣 其實很簡單 就把它翻過來 拉而已喔 或是你用你的產品 好 讓我試看看好了 對 因為如果我會把我吃婆媽 你也會啦 對不對 對 對 國大王 你這鍋子怎麼那麼重啊 這是廣東鍋子 廣東鍋子喔 各位 麻煩原來翻鍋子 是真的很困難 以後看到有媽媽翻鍋了 有飯 菜掉在地上了 千萬不要叫媽媽 因為真的是很難啦 好不好 婆媽們做菜非常的辛苦啦 好 如果真的翻鍋不行的話 我們還是要拌炒一下 對 好 來 請多錢 我們把雞腾菜 雞腾菜 這個很重要 鮮魚雞腿炒飯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這個 一定要有 這個 好香喔 好香喔 我這邊都聞到香味了 所以不會翻鍋沒有關係 大家趕快來拌炒... 因為加這個西線青菜 也不要炒太熟對不對 差不多可以熄鍋了 你看 熱騰騰 香噴噴 而且粒粒分明有沒有看到 你燙不太多了 你看看 而且你看每一個雞丁 都還要保持那個彈性 還有水分 對 好 最後一口你們不要浪費了 你看好了 水了 好 各位婆媽們 鹹魚雞腿炒飯 你說炒飯很難嗎 不 它一點都不難 只要有用心就能做出好味道 馬上上菜囉 GO 有點濕又不會太濕的伴力 跟有點鹹又不會太鹹的鹹魚 還有那Q嫩的雞肉丁 再加上清脆的西生菜 這個口感真的是嘟嘟好 讓人口水直流 食指大洞 胃口大開 記得留一口給我喔 好 你不要自吹自擂了對不對 郭師傅 拍手拍得那麼熱烈 我是007 007叫我來吃炒飯 很沒有誠意耶 我是大廚耶 大廚 這個炒飯厲害嗎 來 小阿郎 你不要小看這些炒飯 這個功夫 真正的功夫藏在這些炒飯的裡面 你等下吃飯的時候 你慢慢去感受 我們師傅在炒飯的時候 他所落下去的心情 不是啦 我說婆媽們 常常因為下班趕回來 來不及時間做炒飯 對不對 常常因為宵夜 冰箱裡面沒菜了做炒飯 常常因為隔天有剩飯做炒飯 這炒飯007吃炒飯 對啊 可是阿郎你還記得 這炒什麼 我們剛才在炒的時候 粒粒分明的飯 這個叫我們的干貝絲苗 干貝絲苗 對 長米的那個嘛 對 用蛋白炒的那一道 有沒有 包括它現在溫度 慢慢的把干貝的味道 秤扣出來 越嚼越香耶 對 它不但在盤裡面粒粒分明 直到嘴裡還是粒粒分明 在嚼的過程裡面 把這一絲是干貝 對 跟飯粒嚼在一起 越嚼它是越香 而且還有一種蛋的清香味 對 沒錯 因為它裡面 我們所用的兩種干貝 記得嗎 一種是絲的干貝 一種是炸香的干貝 絲的干貝裡面 包含所謂的海味跟鮮味 乾的干貝又帶了香味 所以在這整個混合裡面 你不要光看這一盤炒飯 它第一 它的所謂的 我們下族的功蛋白 你還知道嗎 我們剛才在炒的時候 蛋白是不是非常難炒 可是 還好 它是值得的 它是不會帶很多 要覺得自己很厲害有沒有 還好 但是 好 今天有三關 第一關 蒜泥通過考驗 這道菜還真的蠻名副其實的好吃 算是一道非常棒的美食 但是炒飯竟然有三種 不同的方式對不對 緊接著下來 這一道是鹹魚肌粒炒飯 鹹魚肌粒炒飯 那這個蛋跟這個蛋 你看起來有那麼不一樣 對不對 這個蛋白我們是把它 破為跟我們的米色一樣 這個蛋黃又不一樣了 它有點微黃 微白 這樣在瘦肉相鮮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顏色搭配得很漂亮 真的是蠻漂亮的 鹹魚肌粒炒飯 家喻護甲 其實我也常吃 先聞看看在入口 有沒有 光在這裡的距離 我就聞得到它那種鹹魚肌粒 味道真的很足耶 它鹹魚肌粒炒飯 就是要這種味道啊 對 沒錯 一旁來的時候 整桌隔壁桌的人都會 有沒有 看你這一桌的人 而且這其實一手過來 就讓香氣真的是讓你 就是鹹魚的威力 所以這才是厲害的對不對 沒關係 冷著... 不是 怎麼沒有關係 真的好吃了 但是一盒咬下去 跟它是不一樣 剛才這一道越吃它越香 這樣一咬下去 鹹魚味道馬上散出來 對 像剛才我們剛才過油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有暖嫩 包括它先 它不老 不老 絕對不老 它好嫩 對 你看 我在講話的過程裡面 它已經嚼完吞下去了 對 而且它還有帶一點水 所謂的水態 它不是乾乾的 像炸雞那樣 但是你要想到 我們剛才炒的時間蠻久 因為要讓它粒粒分明 但是它進來入口之後 能夠那麼快的下咽 表示它很厲害 它在這個雞丁跟鹹魚鮮魚提味 然後雞丁嫩配上我們的炒飯 三兩下吃下去 是 一口接一口對不對 再吃一口 阿龐想要再吃一口 為何郭師傅開口來煮檔 莫非是出友因